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黑眼圈 故事开始,在一间公寓里,女主正为自己刚出生的宝宝唱着甜美的摇篮曲 这时屋外突然有人敲门 女主开门一看,发现一个怀孕的长发女子站在公寓的走廊里 女主询问长发女子是否需要帮助,但这个女子却一言不发 女主低头一看,女子的下身全都是血,看来是羊水破了,马上就要生了 女主赶紧让这名女子进门,自己则打电话叫救护车 谁知女主一转身,这名女子就不见了,沙发上只留下了一具恐怖的死胎 这时婴儿房传来了动静,女主赶紧跑去一看 只见长发女子抱着孩子冲着女主猙獰的冲了过来 女主大喊一声,原来只是个噩梦 女主的丈夫也就是我们的男主,赶紧上前安慰妻子 像很多怀孕的母亲一样,女主经常会做一些关于孩子的噩梦 这都很正常,第一次当妈妈都会有很多的担忧 特别是像女主这样的画家,以及同事艺术工作的人 本来就都很感性,难免会有些多愁善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主的宝宝就出生了 孩子非常的健康可爱,贴心的男主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也为了给妻子绘画创作和自己的音乐创作有一个好的环境 买下了郊区的一栋大房子 没错,大家又看到了恐怖片的标配,郊区大房子 他的配置还是老三样,破旧便宜有故事 尽管他们的朋友白发叔已经提醒过他们这栋房子传闻闹鬼 但男女主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带着孩子入住了 在入住的第一天,男女主在收拾物品的时候 在门口的草坪上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儿童推车 打开一看,居然是一个烧焦的洋娃娃 这可真是够个引人的 男主赶紧将娃娃扔到了垃圾桶里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外面,但屋子里还是乱糟糟的一片 两人是又得看娃,又得收拾家,很是疲倦 到了晚上,男主在婴儿房调试摄像头 然而女主却在卧室的屏幕上看到摄像头里有个女人的身影闪过 当然再看肯定是没有的,可能是自己太累了 于是将宝宝安顿在婴儿房后,两人倒头就睡 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的一大早 夫妻俩就被一阵噪音吵醒 男主出门查看,发现离他们家不远 工人们正在盖房子 电锯声,敲机声,转头声,此起彼伏 本来想到搬到这么安静的小镇上 可以好好的进行创作 没想到又赶上了邻居盖房子 夫妻俩很是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不过好在工程几个星期就会结束 只能忍一忍 在接下来的日子,男女主夜里要照顾孩子 白天又因为噪音不能补觉 整天无精打采 这天的晚上,女主让男主给宝宝洗澡 但男主在接水时,突然看到屋外的大树下 站着个长发女人 一个走神差点用热水烫着孩子 女主很生气,埋怨丈夫照顾孩子不用心 夫妻俩又是小吵了一架 第二天,无精打采的男主在车库里谈情创作 却无意中发现墙上的装饰相框里 每张照片都有一个陌生女人的身影 但又看不清脸 这诡异的照片又加上吵人的装修噪音 让男主根本无心创作 就这样,日复一日 两口子处于严重的缺窖状态 还时常在屋子里撞到不干净的东西 比如那个被扔掉的烧焦的娃娃 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孩子的床上 装有孩子的摇篮会莫名其妙的被摆在危险的楼梯口 夫妻俩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直到有一天,男主半夜起来 通过视频查看孩子的情况 发现妻子正在婴儿房给孩子喂奶 但毛骨悚然的是 在他的身边居然喊躺着一个女人 男主吓得冲出了卧室 妻子赶来询问怎么回事 在看床上时却是空的 按道理来说 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 正常人早就吓跑了 但大家是知道的 美国恐怖片中的男女主是打死都不搬家的 颇有些是与此屋共存亡的架势 果然,第二天男主含心大的 驾车去城里购物去了 在结账的时候 男主和超市的小妹聊了起来 在超市的小妹表示喜欢孩子后 男主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赶紧花大钱 雇佣超市的小妹晚上看孩子 而超市的小妹刚好缺钱 于是就爽快的答应了 晚上超市小妹如约来到了男主的家 男女主交代了几句 就赶紧上床睡觉去了 超市小妹很快就哄孩子睡着了 然后就在客厅里抽烟喝酒看电视 一点都没把自己当外人 在半夜时分 超市小妹饿了 来到厨房里找吃的 却听到厨柜里传来了动静 小妹以为是老鼠 打开仔细一看 我地克森啊 一个面目猙獰的长发女人 从里面爬了出来 一把就抓住了超市小妹的脖子 小妹使劲地挣扎呼喊 居然都没把男女主给吵醒 这得是多缺窖啊 画面一转 天亮了 男女主从床上自然醒来 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 这时 婴儿房里传来了宝宝的哭声 他俩赶紧去查看 发现孩子被一个人扔在了摇篮里 纸尿库里都是满满的屎尿 女主生气极了 花了大价钱请的保姆 竟然是这样的服务 而且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 男主也是气坏了 这时又赶上脑人的装修又开始了 于是男主生气的去质问包公头 说为什么星期天还要动工 这可是违法的 包公头一脸问号的看着男主 什么星期天 今天可是星期一 男主懵逼了 自己居然和妻子从星期六的晚上睡到了星期一的早上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主是害怕了 难道这房子真的有古怪 有魔鬼专门催眠他们 然后趁机抢走他们的孩子 想到这些女主是崩溃了 她开始整夜整夜的不睡觉 头不梳脸不洗 天天盯着自己的孩子 男主没办法 妻子已经变得疯疯癫癫 她只好去找医生朋友 开了些安眠药 强迫妻子服下 逼着妻子睡觉 但女主却趁丈夫不注意 偷偷的将安眠药 吐到了男主的麦片里 喝了麦片男主 很快就呼呼大睡 然而女主忽然发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 自己的孩子找不着了 而且她感觉房间里明显有人闯入 她想叫醒自己的丈夫 可安眠药的药效实在是太强了 男主睡得死死的 没办法 女主只好一个人面对闯入者 女主先是冲出了房间 来到仓库寻找武器 却无意中找到了超市小妹的尸体 女主虽然是被吓坏了 但孩子的安危比天大 她壮着胆子来到了厨房 此时一个人影闪过 女主定睛一看 原来是他们的朋友白发叔 原来白发叔很久没有两人的消息 专门过来看看情况 女主刚要解释发生了什么 这时橱柜里 那个长发女人又爬了出来 必用刀 一刀就捅死了白发叔 接着这个疯狂的女人 将女主打倒在地 眼看女主就要领盒饭 这时女主集中身至 抄起一旁的台灯 砸死了这个疯女人 而遍体鳞伤的女主 最终在洗衣房找到了宝宝 宝宝安然无恙 画面一转 医院的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条新闻 在一年前 一个女人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 在家中突然遭到抢劫 房子烧了 孩子没了 丧子的女人 前不久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 手里拿着洋娃娃 徘徊在这个别墅的附近 在杀死两人后 最终被女主给反杀 原来所谓的女鬼 就是一个蛇精病 故事的最后 男主不恍惚了 女主康复了 孩子也不哭了 折腾了很久的一家三口 终于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睡着了 刚开始看这部影片 涛哥以为是女主产后 抑郁看到的幻觉 后来在家中频繁见鬼 又以为这是一部鬼片 看到最后 估计编剧也编不下去了 直接用个破收音机交代结果 好吧 你开心就好 不过涛哥以为罢 一年前 男女主肯定看过疯女人 在家中被抢的新闻 所以对这个女人 有个模糊的印象 后来又因为严重缺脚 出现幻觉 这才看到了灵异事件 所以涛哥劝各位小伙伴 要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 多睡觉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